2024年1月23日12时03分 力舰一号摇三运载火箭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五颗用于科学研究 空间探测环保普查等领域的卫星送入太空 当天晚上力舰一号总设计师石晓宁 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表示 此次发射是力舰系列火箭低成本航班化发射的开端 石晓宁介绍 运载能力和提高火箭产能两方面来达到降成本的目的 此外正在筹备2025年首飞的力舰二号 则会通过回收复用降低成本 力舰一号的运载能力是1.5吨500公里太阳通波轨道 面向就是这种小卫星的拼车发射 所以的话因为我们每一发件都能凑满 这样的话从运载能力的使用方面 就是一个降成本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的话我们现在在广州南沙的我们的产业基地 具备年产30发件的能力 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是在九泉用我们自己的发射工位 未来还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总装测试厂房和我们的护房 这样的话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流动流转去快速测试机程 缩短这个研制和发射周期 我们的液体火箭力舰二号是具备回收复用的能力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可回收的一些技术验证的实验 验证我们的发动机包括回收的技术 石小宁认为商业火箭发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理论研究 而是会改变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火箭做出来以后运载能力提高了以后 就能把天地互联这条路修通 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卫星在天上多了以后 形成这种天地互联 包括万物互联 包括我们未来的无人驾驶 这种万物通信 我觉得后面的这种想象的空间是无限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